是吧 现在人们不借钱 明白吗 这利息太高 拿回来挣不到这个钱 所以市场流动性 一下就缩的没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讲 为什么通货膨胀 他妈的成本太高啊 我所有的钱都要有利息 我所有的流通过程中的钱 都加了这个利息成本 我一定要加到成本上 把东西加到东西上 东西就会涨价 涨了价就下不来 工资工资也是涨了就下不来 还有涨了价下得来的吗 大家生活成本都高啊 房租多贵啊 是吧 所以就 虽然美国的非农就业指数 非常好啊 是吧 就是就业率很好 但是不代表大家活得 比以前幸福 幸福指数下降了 生活成本增高了 所以这就是股价不涨的原因 只有几个头部股票 还有些印钱的国家 才能出现局部的一些股票 涨一涨 跟咱没关系 咱币圈这么多人 这么多钱 折腾到现在 队伍是越来越壮大了 进来的人也越来越复杂了 什么叫复杂了 我们原来在币圈炒币 13年到 13年到 甚至到13年到17年 都接触不到一个做非法的 这个 都是都是个人炒币的 人群 币价也不高 那么为什么到了17年以后 进来的钱就越来越多了 传销进来了 是吧 传销进来了以后 到了1819年的时候 这些灰产进来了 洗钱的通过UIDT 洗钱的进来了 对吧 到了牛市 这轮牛市以后呢 是各种的钱进来了 进来了一瞬间结束了 因为美国大放水 各种钱进来了 那放水结束以后 这种各种潮水 已经退去了 该套现的 好像也套现了 该换成比特币的 也换成比特币的 该换成UIDT的 该离场的也离场 但是大家现在拿着钱的人 在等什么 还是在等投资机会啊 只要天气要变晴 是吧 看着情况要差不多了 降息要降了 美国这个撑过去了 或者俄乌战争 打得差不多了 是吧 感觉形势要变好了 中美的这个问题 好像在慢慢的和解 因为中俄之间的这个关系 好像好像他妈的 这个这个不够坚固啊 俄罗斯好像他妈的 这是被大反攻了 是吧 这个原来无限支持 现在到都看着样子 要得怎么支持吧 到这这就最近 中国买了美国的美债 又开始出现了这种 就好像要瓜分 俄罗斯的这个这个利益的 全球在瓜分一样 就是你总得全世界的 谁来买单嘛 最后总得要瓜分一个 一个蛋糕 让大家分几个钱呢 最后 现在的形势就是很明确 我看着就是 再过这么几年以后 这个俄罗斯的利益 就被这么一件一件的瓜分了 然后最后大家就分食这个蛋糕 然后这个蛋 这个成本谁来买单呢 就是 其实就是俄乌这些地区的 这些远东地区 中国要远东地区 东边 美国要的是乌克兰这边 这浓黑土地 是吧 要能源 要瓜分 要制裁 他们扣了美国多少钱 美国扣了俄罗斯是 三千亿吧 美金 还是多少钱 多少亿 三千亿 六千亿 我记不清了 拿了这么多美金 给乌克兰再支援了多少 十分之一吧 而且还是买了美国的军费 是吧 这钱都罚了 没收了 然后买成美国的军火 再支援一下 那钱又回来了 就是在销这个泡沫 说白了 就是把多印出来 美元再销一部分出去 多印出来美元再销一部分 但是局部战争 再把钱流向 留回美国 就是打仗 你们怕外面出事 回美国 现在就这样 摩根大通的老大都出来了 稳住市场 是吧 巴菲特 把这个钱从中国调出来 把比亚迪卖掉 去了日本 他们就在带风向 你们看不出来吗 大的风向是这样 马斯克呢 来到中国来 跟中国这个 建第二个厂子 是吧 吐好关系 苹果继续把 继续把这些做 就是Vision 什么Pro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眼镜这玩意儿 再部署到这个 中国去制造 也只有中国 有这个制造能力 大家接着 再过几年 接着转 我觉得就是 AI的时代来了 或者是说 这个新的 这个AI VR VR这种新的 新的产品要出现 还会带出新的生产力 数字人出来了 是吧 很多直播都用数字人了 都不用真人了 一步一步的科技 TIDEPT出来了 生产力效率提高 社会来 社会来整体效率提高 然后经济实力的 这总体来说 世界的法币越来越多 比特币的价格越来越高 然后我们就跟着 发财就完了 你别看着比特币 往下跌 它跌得下去吗 往哪跌 是吧 我跌了就是买 而且下一次 比方说真的要是 没收了 比方说长鹏的 比特币 一定是拍卖的 法拍一定是 一定是各种家族 过来买 而且一定 我跟你们说 一定是有一价的 我们曾经经历过 丝绸之路那件事情 没收的币很多 全部被这几个 这些美国人买了 这根本轮不到 这华盛顿拍的 都轮不到你们中国人过来买 我当时赵东在中国募了一笔钱 跑到美国来 要开个账户 连开户都没开成 就没买 贵太贵 因为想的是在美国买了 低价买了 中国在卖正差价 他们当时帮装套利的思维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人家一买到现在都没卖 都放在那了 一直放在那 比特币 人家都放了多少遍 人家要的是长线收入 知道吧 以后比特币就是这种东西 最后都是给各大家族持有 跟散户没毛险关系 就跟各个国家的能源 被这些大家族持有 跟你们散户有毛险关系 你只能花钱买 是吧 你只能花钱加油 油价为什么不降 对吧 降个屁啊 你都已经要改 新能源了 是吧 我干嘛要给你降价 我也不登场 我就就这么 全部减厂 价格就保持 五块钱 五美金 一加轮 是吧 你们怎么加不加 也得加 美国人很多加油成本很高的 很多做生意的人都要用车 用车都得交钱吧 这钱谁来买价 美国是什么呢 美国也不希望油价低 油价低了 美国东部的那个夜 就是德州的夜延器 根本就没法开发 它那个夜延器开发成本 可能都要到三块钱 啊 你就五块钱 大家都有钱赚 你要降成三块钱 那边的产业就停了 所以个涨价对对很多国家 是有好处的 他对很多生意也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说了半天 就是聊币安这事 聊回来 这还是聊回币安的 就是币安 是这次针对赵长鹏 这三个这三个词的 知道吧 这是个人的 你没看到SEC写的是赵长鹏 他不是针对这个 BINANCE 明白吧 他以前 表示讲的是 表示搏狗 打搏狗的时候 就不是抓搏狗老板 他说的是搏狗交易 搏狗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赌博平台 罚的是他 结果罚的罚的 就抓了人在 在为准嘛 就像那个 BITMAX 老板 是和他们几个人 都在香港待着 但是那哥们 CTO回美国了 他美国人 他觉得没事 就把他美国抓了以后 BITMAX 一夜之间 必就提空了 提到币安了嘛 币安就做期货 就起来了嘛 大家有印象吧 BITMAX 以前多大交易量啊 币安才多少 对吧 火币OK 一倒闭 然后这不叫倒闭 又说老板被抓了 咱们苦慌性的 跑到币安了 用户还是我们这群人 是吧 然后 其实专业性的用户 也并不多 就是交给几个量化基金 是吧 LP们呢 都都他妈的 不知道在哪里 也不看新闻 就这个点了 他都不知道 币安出事了 知道吧 GP的反正拿着 LP的钱 在交易所里放着 只要吵着 拿着钱 拿着分红 拿着carry 我他妈的 不管你的币 会不会冻结呢 你们 封控当然会控制 但是你的钱 系统的风险 我也不管 我也不管赔啊 你们交易所倒闭的 我肯定不赔 是吧 所以说这事 你们身边有大户的 一定要提醒身边的大户 还在 在里面 投人家投根放 投量化的 投钱的 你们也小心 这钱放哪了 是吧 放币安安全 不安全 是不是赶紧先提出来 先君子不利 为相知下 过了这个阶段再说 反正我身边做量化的 今天早上 第一时间已经全部提出来了 钱 已经不在里面放着了 看情况等没事的再放进去 有情况 早就 这边第一时间撤了 我们现在在这讨论呢 人家在东部发出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提毙了 人家就反应多快 专业人士 还有的量化 活该倒闭 最后买单的就是跑得慢的 对吧 行了 我说完了 你们继续 我去吃点东西 喝点水 喝点水 这一口气能讲这么长时间 才可以做 扣活 扣活 三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 减半 我已经喝了好几杯水了 我想还得二宝说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这么多人 钱这么少 现在钱越来越少了 都跑 人才也减少 像瑞克都被AI这个大美女给掳跑了 都不回来了 我们这个是怎么坚守啊 这个B圈 你问谁 你问二宝上 对啊 我请教二宝 二宝不是 还好 翻了口水啊 我不嫌 我不嫌了 这妈子一直聊了几个小时 光我一个人聊 口不饿了 好